哦 哦 哦 打高一批一扇 也是复刻顺手 别飞了 我 我 我叫求求 啊 是 这是哪 进去房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静生保证不留根 哎 救命 天公公 皇后 追你 还是我来吧 帮我 拿你 来 啊 给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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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老奴参见开的业家太子 我是太子 我是太子 啊 不行 人神就加来 啊 不怕不怕 好真实的感觉 父皇 母后 定要为你们 报仇血恨 太子殿下 老臣带着一些忠臣意识 潜伏在大洲皇宫 就是为了复仇 杀掉叛臣 为了仇 祝太子 复国 还好 东西还财 太子殿下 你能亲自潜伏进宫 咱们大梁又救了 本王自有安排 太子殿下 咱们组织 这次代号是007 懂得喇吾的人都是自己人 啊 本王知道了 好 大龙总 贵妃娘娘要沐浴 就他了 你刚才就给贵妃洗澡的机会 贵妃娘娘 有点小事哈 什么事哈 啥太子 我操 卧槽看什么啊进去 我不是不是 你 你 不愧是贵妃娘娘 千挑外选喝罗托汁呀 哈哈哈 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过来伺候贵妃娘娘 啊 谁叫你探头探脑的低头跪下 原来当我是人肉梯子 你把热水端来给娘娘洗脚 Ash 你个狗卢膽 你又哪摸呢 请贵妃娘娘恕罪 嗯 月婧 把她拖出去剁碎了畏狗 是 啊 包傻柳人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等等 卢膽乃是 我哥胜手 刚才摸您小腿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你阴阳发 您就是月經不領 取消 貌死 你不僅占本宮便宜 還敢說本宮不受醜 我 我的毛髮了古代是不懂這件 原來這娘們是個文藝女青年呢 看老子怎麼征服 嗯娘娘 其實 我也不為你是 哦 是嗎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你個小太監 胡言亂語些什麼 果然這世間呀 還是只有魏子楚的詩 最好 魏子楚 魏子楚的詩 狗屁不痛 臭不可悶 那個童敵邁國 害死我父親母后的偉君子 竟然成了文壇魁首 還真是諷刺 雲響一場 花香 恩方伏劍 露花濃 若非群玉 山頭劍 雲響一場 花香 恩方伏劍 露花濃 若非群玉 山頭劍 會向搖臺 居 下 這世間 卻安勇了 這麼瑰麗美好 宛如天成的詩曲 你個猥瑣小太監 居然玷污我心目中的詩仙 怨氣 把舌頭割了 誰不是我 我 我跟貴妃姐要饒命啊 貴妃姐要饒 啊 都貴妃的能看 竟敢擋本宮的道 來人啊 拉下去斬了 這是承諾宮 皇后娘娘 靖國使其團明天道 靖國要與我們大洲斗師 皇上讓您和貴妃準備好 絕不可敗於靖國 貴妃娘娘 財貌雙全 寧滿天下 若斗師出現任何疲漏 就當著本宮跟你算總仗 小璇子 你唯一活命的機會 來了 大洲皇帝 已經三天了 如果貴國再對不出來的話 這西梁城啊 這西梁城啊 就是我們大清國的了 哈哈哈哈 聽說大洲文化淵源流暢 人才倍出 如今看來啊 總有十零罷 杭杭大洲 滿朝文武 無藝人做得出來嗎 何需我泱泱大國 滿朝文武 只需我後宮的一個小太監 就能對他們個落花流水 你們大洲是沒人了嗎 派一個女人出來 還說什麼一個太監 還能對師 可笑之際 這不是當年那個 才華拼的 周大小姐嗎 失去我們金國王子的青睞 現在淪落到大洲 丟人現眼 派個沒彈的太監出來 中國就是個沒卵子的國家 以後你們中國 就做我大清的普創太監之國了 哈哈哈哈 貝茲楚 當初出賣我大梁 害我國魄家王 沒想到 金真的投靠了金國 這太監 怎麼如此隱屬 我倒是要看看 你們寫了什麼詩 永雪 這種垃圾詩句 你們也好意思 拿出來丟人現眼 小璇子 小太監 您是吧 畫唐晨起 來報雪花珠 因是天仙狂醉 亂把白雲 什麼碎 這比喻真是他的驚奇 實在是妙的 這太絕了 你一個小太監 居然如此不分 這首詩雖好 但也不能說明什麼 文無第一 武無第二 這只能說明 他和貝茲楚之間 難分高下 不分伯仲吧 哦 金國王子 如此說來 這鬥詩是難分勝負了 大周皇后有所不知 文鬥要分個勝負 最好犯法就是 對對 糟了 這次輸不盡失辭力 哪有外號 找到對馬天 大周 你們要是怕了 不早認輸 省得丟臉嘛 放肆 大周和巨兒等小小 小太監 不如我們賭大一點 咱們來個三局兩勝 誰輸誰當店自吻 如何 小沈子 對對你行不行 沒問題 先把劍拿上來 到了今天 就要了你的命 咱就看看 最後到底是誰次 哈哈 無知者無畏 小太監 那咱們開始吧 是你先來 還是我先來 我們是東道主 當然讓你們先來 不知將亡 立揚 放肆 皇上為何法理 回娘娘 拿著這倉偉臉 不僅說謊要是要你 還說大周和王 該你們了 老兒不死是美 好 早兒不死是為賊 算是平手 給你們了 好 那我出上去 平好了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堂堂金國來使 文壇太陡 你竟然敢罵我 好好對對子 怎麼就成罵你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唯獨忘了八 這小太監 罵我是王吧 當真是妙 大周的后宮 真是臥虎藏了問 居然有一個 這麼厲害的小太監 魏大人 假若你肯認輸 朕便准你 投江自盡 魏大人 可總對吧 不用 一局定生死 好 那我們就一局定生死 朱華 不好 看我今天怎麼除掉這個通疲賣國的老賊 聽好了 怒法衝冠 瓶欄處 小小兽於些 台望眼 揚天長相 壯懷激勵 三世公民 陳余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登賢 海浪 趙雲 無人見 人生得意 徐靖昏 博士金尊 空貴月 滾滾長江 東是水 浪花淘寂英雄 誓北臣敗 激投空 青山依舊在 一朵其楊紅 兒的蠻夷 幕後二官且看我 左千皇幼稚倉 寄給我 那別老 怎麼起來了 我 我 大周后宫的一个小太监 王子 王子 王子就 我还不想死 魏子楚 今日你也难逃一死 你一个小太监竟如此大胆 在当店杀人 这次算你们赢了 那西两国何时归还 此事事关重大 我要回去禀报国府 你若出尔反尔 只会一笑大方 我们走 爱妃 朕还不知你宫中 不是有这么伶俐的一个太监 他叫什么名字 回皇上 奴才名叫小璇子 小璇子 你刚才首用魏子楚 怎么 至于金国有仇吗 大金 与我大周是敌国 奴才身为大周子民 于金国 不共代替的 小璇子为国立功 承倩 余有荣烟 妹妹还真是擅长调教小太监 尤其是调教小璇子 真的是 费心费力 日夜调教她 妹妹 可否把这个小璇子 让给姐姐 姐姐 区区一个奴才 你要拿去便是 不过啊 最好还是问问小璇子 这下头大 这俩婆娘一看就不对付 不过 皇后一看就是个绿茶表 还是选贵妃吧 谢皇后娘娘宠爱 但周贵妃对奴才有知欲之恩 奴才愿意留在常乐宫 事后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调教小太监有功 本宫 本宫赐你一件宝物 多谢皇后赏赐 你去给朕查查小璇子 圣上 白小璇子 她一个后宫的小太监 怎么会那么恨为自处 想杀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那来历肯定不简单 去给人查 查仔细点 小璇子 你文采如此了得 我去考证业 待在宫里当个小太监 意欲何为啊 叶姐 过来 过来 完了 果真不是的太监 好你个假太监 哎呀我是 哎 不对 要不告诉皇上吧 黄硕要是知道这后宫之中 有个假太监 你说 他会怎么折磨你呢 是 你干什么 杨阳 何必要苦苦 把我推给皇后 或者花还拿 你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全身躁了 寂寞难耐 我只不过是预判了你的预判 以其人之道 反之其人之身 现在 我就是你 你敢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好大胆子 敢占本宫便宜 脑子还能一直让你给拿捏了 现在我要犯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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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自顾也不发现何利 命奴才在暗中调查小学子 奴才也简单飞下去了 进展如何 长花儿 警告娘娘 小的青年所见 贵妃娘娘临山不整 那小学子就不在她身上 她就是个下菜监 这个贱人身边竟然有个假太监 这下她的把柄可算落入我的手中了 我一定要打得她不能翻身 这个贱人 人家万万能想到 整个后宫都是我的人 就连陛下身边 也都有我的眼线 长花儿 不枉费本宫 再陪你多了 哼 奉皇后遗址 本总管今天特地为你们这群新入宫的太监 艳明正深 以防有人余目混珠冒充太监 来来来 你们现在都给我拖 不拖 挺干净 该洗一洗了 你为什么还留了一点 你为什么停下了小学子 你是不是心虚了 不 你为什么停下了小学子 你是不是心虚了 拖 拖 不能拖 不能拖 哼 不能拖那就是假太监 恐怕不仅是你 还连同替你近身的高公公 都难逃干系呀 拖 小学子 你冒充太监 地狱何为 如实招 本公公必定收起刀落 赏你一个痛快 啊 再来不价 你能亲自潜不进宫 咱们大梁就救了 本王自有安排 才会停下 咱们组织 这次代号是零零七 我们的出手相助 保护太子 我等义不容辞 保护太子 我等义不容辞 我等义不容辞 哥哥哥 他们都是被迫近身的 是啊 实在是没有办 这个高音 实在太狡猾了 如果下属不安 他们根本进本宫 和他保护你 咱们管他们这么狠 那就是该走 哎呀哎 她 死不得死不得死 他不能死 这老东西一死 工具就翻天了 对此版不利 他活着 他醒过来 证明我是假太监 对我也不利呀 大天下 你放心 老奴子有办法 我一会会遇他白十三 那他醒了以后 就会神之不清 风风雨电电 他说的话 又是会伤心 即便他神之变清醒了 我还有后手 什么后手 我父母私以练朝四方 可身可缩乃起自容 你此时刻 你们怎么不练 哎呀 我不是发现得太迟了吗 我在进四方的武术中发现这本书 想必 另一阵的太阵中有高人留下此方 带殿下 此外天意 欲练此功 不必此功 从此以后横行后果 牛逼 娘娘 你这几天气色真好 越来越漂亮了 还不是多亏了小玄子 你中毒了 这是证据 这是重金属中毒的痕迹 而源头就出现在 你的化妆品上 里面还有拱签等有毒物质 肯定是皇后感 要是没有我的话 你早就活 我说你这贵妃当得也太菜了吧 哎呀 我给你喝的呀 是亲热排毒汤 只要你按时服用 一定会要到病厨的 娘娘 小玄子虽然由枪划掉 但她其实心地不坏 还很有本领 她呀 是因为我才得罪的皇后 又被奸细抓住了把柄 才被皇后安排到进士房 雁明镇身 你说 她明明是个假太监 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啊 娘娘 哎 我回来了 没了 皇后 怎么样 王公公找到了吗 回皇后 王公公失信疯了 疯了 她不是去检查太监 进身的事吗 回皇后 王公公确实奉明去查验太监了 但是检查完之后 就当场失信疯 去大内副总管高公公禀报 可能是王公公以前 给太监进身太多 让人绝子绝孙 有损因得 惊涅太重 以至于心魔爆发 完全失信疯了 那小玄子 她到底是不是假太监 高公公禀报 所查验太监 包括小玄子 全部查验 没有可以 王公公 疯得太巧合了 这个小玄子一定有问题 给我继续查 皇后娘娘 圣上有旨 今日与金国对决大胜 朕欣欣 说皇后三日后 与御花园 折磨面 三日 足够我找到 小玄子 就是假太监的证据 到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们 当众出仇 小玄子 我这样 真的可以吗 高贵的气质 也不是谁 都能模仿 皇后的浴灼真漂亮 佩托皇后的美貌 简直是仙女下凡一样 皇后身上还有波斯国进口的香水 闻者动容 皇上今晚高兴 一定会嫁临昆明宫 小玄妹妹 又赚了 哎 本宫啊 平时不喜欢用这些装饰品 去装饰自己 只不过这个镯子呀 是皇上亲自送给本宫的 我身上还有皇上送我的娇南针丝资金 我就没有两位姐姐夫妻 皇上送我的簪花而已 不过也值几百两 周贵 身上什么都没有 那面有些寒酸了 贵妃本就穷苦人家出身 没有点值钱的家当也很正常 可能皇上呀 就喜欢他身上这穷酸味 皇上家到 哎呀 哎呀 太不小心 参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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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给你准备了你爱吃个腻椒 不吃 正不饿 皇上 那 不如 吃个橘子吧 皇上不爱吃橘子 酸死了 不错 甜着呢 咔咔 我饭你 皇上神妾着装清凉 好像有点不顿风寒 确实清凉 贵妃今晚脱胎换骨 身材静好了许多 不知有何秘法 贵妃可不能私藏 要与姐妹们共享呀 小玄子 你和贵妃又在耍什么鬼把戏 回皇后 奴才不敢说 不敢说 你如果不说 我不会放过你们两个 回皇后 贵妃娘娘之所以脱胎换骨 是因为使用奴才首创的 那一贴身之物叫 独守胸围 独守胸围 各位娘娘 这就是奴才发明的 独守胸围 它可以保护胸部 促进血循环 坚挺而不坠 同时方便起居出行 你看走 再没有雷坠之感 可以说这个东西 就这个世界上女性最伟大的发明 天董 炸实了 我要给我一箭 没问题 有 我也要 要坐得穿起来和贵妃一样 没问题娘娘 别着急我一个一个来 哎 放肆 都给本宫住手 实乃皇宫一元 二等兴如此伤风败俗之事 成何提捧 小玄子 本宫问你 你的独守胸围 都得你手摸尺寸 才能做出来对吗 回皇后 要想测量准确 就必须奴才 亲手测量才行 大胆奴才 还不跪下 你给周贵妃 所作胸围 也是如此吗 周贵妃 你二人行如此伤风 万俗之事 慧乱后宫 该当何罪 皇后 你欲加之罪 我没有跟小玄子 进狗血之事 皇上 妹妹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这跟我演戏 皇上 臣妾有真凭实据 她就是一个假太监 皇上 皇后她血口喷人 您请看 母太 参见皇上 王公公 你不是识心疯了吗 和皇上红服 母太 清醒了 皇上 母太亲眼看见 小玄子 她是个假太监 小玄子 你可知 冒充太监 当诸九族 周贵妃 你包庇她 行会乱之事 同罪论之 皇上明见 王公公她 曾经识心疯 她的话不可信 皇上 皇后此言 何其歹毒 是要置臣妾于死地吗 倘若小玄子是太监 皇后 又当如何处置 若小玄子是真太监 本公愿亲自给她侦查赔罪 皇上 皇后一再污蔑诋毁臣妾 倘若臣妾是清白的 还请皇上置皇后 诬告之罪 否刘若臣妾 否得臣妾 离愿一死 则她是真太监 本公愿放弃本公的宝座 皇上 请艳明小玄子的正身 你们各执一子 这阵已是有无法的大悲群 启离皇上 尽如此 不如为小玄子当众艳明正身 小玄子 你 现在 立刻 脱下你的裤子 皇上 奴才一只忠心耿耿 将身外之路置之度外 可依然有人 处处刁难 依掠奴才 今天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 一根不剩 一心是主 慢着 奶奶的 这宫里总有几人想杀老子 幸好老子早就练成了苏洋大法 不可能啊 可怎么可能啊 你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好 小玄子 你受委屈了 来人哪 把王公公拖下去 斩 皇上饶病 皇上饶病 皇上 王公公入宫多年 他又遭过先帝 还请皇上开恩 皇上 您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 来人 脱下去斩 皇上 皇上 妹妹 这都是误会 皇上 如今针线大坂 还请皇上 还臣妾一个公道 皇上 皇后身为后宫之主 一言就定 刚才她说了 只要奴才是真太监 她就让出皇后的宝座 皇后 你身为六宫之首 心胸狭隘 御室不察 实在难堪大 真罚你入冷宫面壁三月 朱爱妃得行兼备 这皇后之旨 就由你赞的 靠谢皇上 皇上一鸣 参见皇后娘娘 小玄子 你嘴这么甜 你说本宫赏赐 你点什么好呢 娘娘 奴才不需要什么赏赐 只要能助贵妃娘娘您 步步高升 登上皇后之位 就是定奴才 最大的赏赐 我 真的能登上皇后 那个贱人 三个月之后就出来了 娘娘 三个月可是可能发生 很多事情的哟 只要您听从奴才的安排 奴才定能让您铲出皇后 灵灯后卫 你到底是伯人 从十招来 本宫也不得不怀疑你的身份 娘娘 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只有我 才能让你登上皇后之位 你要什么条件 参见贵妃娘娘 皇上要见小玄子了 莫非又有什么赏赐 不 他可能出示金国 两国护士对大金不利 高公公 让我出示金国 是谁的主意 是玉王 她可是皇后的人 是要报复小玄子你了 看出来了 月记听令 此次初始 无论小玄子在哪 都要贴身保护她 是 贵妃娘娘 如果我不在乎 公当宫女儿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从来没想过什么 像我这样的人 只能老死在宫里 你说我们这次出示金国 我就为了像米兵祸之乱 为天下谋太平 可你就是个小太监 别做皇帝梦了 我虽然只是个太监 但是我有特业功能 我一闻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 肝火旺盛 容易冻气 你脸上痘痘 遮住了也没用 毒气散不出来 身体容易出问题的 那怎么办了 我可以治好 现在 我需要进一步 确定你的病症 就必须要品尝你的口液 你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病 来 我帮你吧 哎呦 哎呀 哎呀 别打了 哎呀 我没脱 一个人心 你居然是个女啊 大胆太监 见到大金彩虹公主 还不下跪 经过王子摇身一遍 原来是美貌文明的彩虹公主 小太监 见到总公主 还不速速下跪 荒谬 我是代表大洲来谈判的 不是跟你们大金来求和的 虽然你会迎师作对 还财情过人 可你终究啊 还是认不清现在的局势 公主 属下这就将她拿下 斩下她的头颅 给你当生日礼物 谁敢伤害她 可笑 你这个小太监 居然靠女人保护 月姬姐姐 先别动手 我们呢 是来画干戈为玉帛的 对吧 干戈为玉帛 想求和 你这个小太监 先从我下面钻过去再说 大胆 不准侮辱我大洲的人 你个死太监 明明不是男人还这么风流 我呸 谁说我不是真男人的 哎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死的话 我可以成全你 来人啊 拖出去 去掌握 你不能掌握 用我一命 换大兴国千万人的性命 值不值 什么意思 刚才我来的路上 年度看到你们军营 有不少的死狼司马 如果我没突断错的话 你们军营 马上出现瘟疫 一派火眼 你很快会明白 我戴着面罩 是有原因的 禀告殿下 您地外突然出现不知名义病 倒下无数宾室 戴好了 禀报公主 他们这是染上了瘟疫 连马上杀掉 然后彻底掩埋 将军饶命 将军饶命 瘟疫凡不胜防 你光靠杀杀的光芒 如果真要杀 你这个将军也得杀 因为你早就暴露在病毒之下 老夫我身强体壮 怎能被这医病侵袭 你看看 小玄子大人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救救我大兴士兵 可以 但是吧 你要无条件 听从我们调度安排 好 只要你能去灭这个瘟疫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好 首先按病情分类 像这种发病的 发红牌 一律颗粒 像这种跟病患有接触的 发黄牌 在陷阱区域活动 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嘛 发绿牌 负责消杀 包药的工作 区别处理 井井有条 秩序整齐 还真有点统帅风范了 你以为老子穿越前是干嘛的 天天给人做检测 这一套早就烂属于心了 可是 瘟疫如此狂妄 何药可治啊 公主放心 我早有主张 像这种发生瘟疫的地方 咱们就用醋 加白灰 负责消杀 至于病患嘛 只要让他们服用 本人特制的 轻瘟百毒散 即可 咬到病除 这是 何种药物 如此生效 那几个防疫中药方 哪怕不是中医专业的医生 我也背得拱瓜烂熟 我让月季把配方给你们吃 什么 你们可以把如此珍贵的药方 给我们 宣护济世 理因如此 我小玄子 不为发财 不为高升 只为公主您能 高看我 小玄子 她可是敌国公主啊 我知道啊 再试点 吃一吃 谢谢 嘿嘿嘿 嗯 嗯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我说叶姬姐姐 你干嘛都板着脸啊 你看我现在 帮助金国 解决了温情 换取他们 顺利撤兵回国 估计没两天 我们就回去了 嗯 我又为炸粥 立下了 看马功劳 呵呵呵呵 我看你乐伯司属 索性待在金国好了 怎么会啊 我还要回去伺候你和贵妃娘娘 喂 都不 你这个死太监 老子 干什么呀张军 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 你放屁 我刚帮你们摆平了瘟疫 你就反正不认人了 你这个死太监太太狡猛了 表面上为我们大金国防止瘟疫 背后却把我们的彩虹公主害得病倒了 公主她也中招了 她没和我给那个 亲吻拜祖伞吗 一点用也没有 快带我去 只有我呢就 快走 公主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複身无力 複身发烫 胸口做闷 没事啊公主 我是副科圣手 我能帮你治好 来 放肆 你想干嘛 我给公主忘闻问妾呢 那你也不能卸人衣服呀 不卸衣服怎么听心跳 不听心跳怎么给她看病 不看病怎么给她治病 不治病那不就病死了吗 换了她生病了 你负起责任吗你 不行 反正你不能碰 就算我肯 外面千千万万的金国将士 也会让你碎尸万段 公主 你相信我吗 我信你没有 你们信我吗 你信 这样 你去给我拿两个猪筒 一根四千过来 那你不可以碰到 我不碰啊 这是何用 我自有妙用 没事公主 快点儿呀 来 你要的东西 来公主 把这个放在你的心脏位置 恭喜公主 你现在呼吸基本顺畅 肺不易想也没有了 再吃点我给你配的药 好 病情就能好了 多谢陈大人 哎 不过 你是怎么做到 用两个小小的竹头 来给我看病的 这叫什么呢 听诊气 嘿嘿嘿 一般人呀 要等到三百年以后才能听 公主 你是古代第一人 虽然我不太了解你在说什么 但是为了报答 你对我的救命恩情 我也不能再对你有所隐瞒了 你们先退下吧 啥意思 难道你们大惊还要攻打我们大周 没错 他们觉得你们打不赢我们 因为你救了我 所以 还你个人情 不然他们已经暂时退兵了 一个月之后 他们还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天气寒冷 你们抵抗不住的 那也未必 不如你来大惊吧 你来大惊可以做大官 总比你在大周那边做太监好 我虽然是个太监 但我是个无所不能太监 好 救命之恩呢 我也报了 那咱们以后就各安其命 各为其主 参见皇上 金国已退兵 小璇子信不辱使命 特来赴命 小璇子快平身 你不负所托 劝退金兵 战心甚畏 说说 想要什么赏赐 嗯 这娘们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来这羽王不可小觑 启禀皇上 奴才不想要什么赏赐 只想与羽王履行承诺 大战奴才竟敢侮辱羽王 皇上 请您主持公道 当初您可是见证人啊 这 君无戏言 羽王 不然 你就认一次输吧 皇上 奴才怎可以下犯上 这不是乱了朝纲 羽王 看来您连皇上的话都不听了 果然我在外面听到的那些传言 都是真的 你在外面听到了些什么 外面分传 羽王眼中 并无皇上妄想称帝 大胆狗奴才 你敢污蔑本王 那皇上的话 您是听还是不听 本王 甘拜下风 从今往后为你马首之斩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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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以后 小玄子这个贱奴才 就悠有羽王这个好奴才了 哈哈哈哈 喜王 玩笑之言 无比当真 是 皇上 皇上 边境来书 金国大军再度来犯 好 这金国还真的说话散话 我竟敢慢敢不敢回来 恰好一个月时间 这个金国军队就准时杀到了 皇上 小玄子分明就是勾结大金 故意散布撤军消息 转头 趁我军不备 又杀了个回马枪 小玄子欺军犯杀 该斩 小玄子这问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是说你已经跟金国谈妥了吗 回皇上 大金狼子野心虽然一时退缺 但是贼心不死 我们大洲必须以牙还牙 重拳出击 果然是太金无果 你懂个屁呀 大金国兵群马装实力雄厚 现在又支寒冬 我军士兵耐不住严寒 难以抵抗 皇上 现在马上杀了小玄子 我大洲还有一线生机 此乃我大洲生死攸关之际 望皇上早做决断 投降敌国乃是不忠 贪生怕死 牺牲国家保护小五乃是不义 如此不忠不义之人 亏你还是亡你 大胆够奴子 我杀了你 别吵 李王 小玄子 你说的不无道理 可行事比人强 如今 朕只能杀了 皇上 小玄子就是一个太监 国家大事 不能让他一人承担 更何况 他之前 不是还离过大功吗 皇上 请你三思饶他一命 饶了他 此等饶舌产能之徒 无用至极 该杀就杀 正是 区区小太监 本就不该信任 把我大招都拖下水了 小玄子 皇上 奴才有退敌之计 大白大金涌出后坏 再次也许 哦 什么计算 说说看 这个是 初始金国途中发现的 名为棉花 可以制成棉衣 抵御风寒 轻盈又保暖 如此一来 五国将领 就再也无惧严寒 那么大金的优势 就荡然无存了 虽然金军勇猛 但我军 依旧可以数量取胜 据实记载 直到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 才大力推广棉花使用 好啊 小玄子 你这是又立了一大功啊 公主所谅 大中大白金国 金国酒喝 居然派彩虹公主前来和亲 可惜要嫁了 不是我 大金国公主彩虹 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果然是金国第一美人 看来金国此次战败求和 颇有诚意 皇上 本公主前来 虽然是来和亲的 但我也希望自己所嫁夫婿 才能学识和匹配 若是匹配不了 我也自然是不会嫁的 还希望皇上成全 准奏 朕这几位皇帝啊 自小饱读诗书 才学一流 公主 你可难不倒她 好 皇上 那我出题了 三位王爷 听好了 大金国国主 曾打造了一个黄金皇冠 等金将打好之后呢 国主怀疑这个金将 撕吞了整个黄金 那么问题来了 黄金的重量和黄冠的重量 是一样的 那么请问 如何在不破坏这个黄冠的前提下 知道黄冠有没有参加呢 靠 我就知道 这个彩虹公主不会轻易和亲 她只是借和亲 解大金国一时之困 而自己也可以全身而退 皇帝们 你们可想出来了 那皇上 您答出来了吗 这等问题 非能功巧将 又怎能想得出呢 所以嘛 您不必催促他们 尽管殿内的所有人 包括整个大洲 都不会有人答出来的 那皇上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会大金国了 您说的嘛 君无戏言 皇上 小玄字可解此题 快坐 免得让这金国公主 小觑我大洲朝无人 破解之法 很简单 只要将同等重量的黄冠 和同等重量的黄金 放入同样注满水的盆中 那么放入黄冠之后 溢出来的水要多一些的话 黄冠就参加 也免加入了其他东西 怎么又是你啊 你怎么什么都会 我确实什么都会 这可是我从西方传教士 那儿学来的西域科学知识 莫非你也去过西域 你从西域学的东西 都是我老师教的 老师 谁啊 阿基米德 彩虹公主 你这下还有什么话要说 皇上 这题虽然是答出来了 可他是个太监 怎么嫁呀 这就将你赐予这个太监 什么 我不嫁 不嫁也得嫁 此次是你金国战败 求着我大周朝和亲 而且你也说了 你只嫁才学比你高的人 朕答应了 倘若你此刻出尔反尔 那朕便再攻入你大金国 皇上 小玄子 无福消瘦 无福消瘦也得瘦 这金国公主 嫁于我大周朝的小太监 小玄子 你这是为国争光 养我国威啊 那小玄子 含泪淋 皇上嘱咐 即是已到 小玄子和彩虹公主 即实行周公大礼 毕成夫妻 他一个死太监 怎么是周公大礼啊 滚 去回禀皇上 小玄子谢谢皇上的大恩大德 我堂堂大金公主 可你这个死太监和亲 我宁愿去死 公主 你是来和亲的 不是来寻仇的 没有想到落到你这个死太监手里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全天下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小玄子 无论身高长相才华学识 哪一个不是人中农凤云 再说我之前救过你 你应该感激我才对 你就这么对就没恩人的吗 我不是针对你 你是个太监 我毕竟是个女人 怎么能跟太监相伴一生了 哎呀 公主不愧是亲国第一美人 看着真让人心疼 我记得 大军将军曾跟我说过 不能让我碰你 一旦我碰了你 大军国将士 就会将我碎尸万斗 我今天就要看一看 我能不能碰 我 你别过来 我告诉你 我宁愿去死 也不会让你这个 不是男人的太监 对非人道的侮辱 啥意思 非人道的侮辱 我们倒是可以 试一试 混蛋 你喊 我告诉你 你喊过喉咙也没有用 哎 今天全天下的人 去想看看我这个小太监 是怎么和你这大军国第一美人 动房的 哎呀 死太监 啊 你要干什么 你要梦杀清风吗 咱不行就公知你了是不是 你不是 没错 我不是小太监 我是真男人 今天 就看老子是怎么收拾你 要我国为 哼 你怎么会是个假太监呢 嗯 这真是很意外 来的太突然了 哈哈哈哈 我当想再见这个事 既然聊到这边 不要玩 瞧把你吓了 本公主高兴还来不及呢 现在呀 嗯 我不光知道了你是个真男人 嗯 而且你的实力呢 还超乎我的小相 简直啊 就是为我打开了一扇 了解自己的大门 嗯 你真的是这个小姐小的人 我感觉 你就是我的神 操 他竟然猜出正确答案了 公主 这叫实践出真知 无他 为首说 嗯 啊 怎么 是个老手 可以这么说 老实交代 碰过几个女的 我想想啊 女男男的心 这么多 也就一千多个吧 灯福子 我 混蛋 你干什么呀 我恨不得你真的是个太监 谁能名摘花惹草 公主 我以前是个医生 妇科圣手治病救人 我当然要接触很多女的了 这有错吗 我呀 还以为 你以前是个 浪荡 我错了嘛 反正你之前的事呢 我不管 从今以后 我们已经结为夫妻 你只能有我一个女 知道了吗 发誓 你来干嘛 你说的 你说的你这跟傻了 我有什么区别 皇上还可以后宫家里三千 平民百姓还可以三七四七 为一个宫中大红人文 我跟你说 一夫一席 那是几百年以后 我才不管什么几百年以后的事 我就要你今生今世 就从一而终 赶紧发誓 不然 我就指你一边去 大家一盘 两三 老师 我成全发誓 今后的彩虹公主一定 啊 把他姓 放在这一定 皇上家到 感谢皇上来救驾 不对啊 吵了 还可以说 皇上来是他动场了 我是假太阶神一定保密 对就成寡自了 知道吧 好 你在这里 你 Zhou 相 COL 哈 啥意思 没事 放心相信我啊 就是啥意思啊 你赶紧去啦 杰 nggak 奴才参见皇上皇后 小玄子 这洞房花竹 彩虹公主还敢欺负你 说出来 正给你主持公道 没事皇上 非保持 无妨 你玩得挺花呀 昨晚折腾够了吗 皇后明知故问 奴才折腾了起来 彩虹公主 说说 昨天是怎么欺负我们小玄子的 皇上 陈玄是什么样的人 您比我更了解 请求陛下 放我回去 我可不想跟这样的人 过一辈子 放死 按照大周旅旅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狗猴子满树堡 岂如你说走就走啊 怎么了 昨天没有打告你 是不是 你们闭嘴 我正当妙龄 却要为你守活寡 呃 吉他达 我跟你讲 哎 你皇后自由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早就跟你斗死 皇后了 时间 别演戏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才对 太红公主 小玄子不是不能刑访 你的手工纱怎么没了 太红公主 你也不用害怕 你只要把昨天晚上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老实交代 我一定会满足你的心愿 送你回大周 靠 这皇后对我还真是阴魂不散 这还真让她撞到八瓶了 皇后 你再怀疑本公主 大金不是大周 大金的女孩 不需要点手工纱 那这么说 公主才嫁到大周之前 已经不是什么 清清白白的女子对吗 那么你来和亲 这算不算犯了欺君之罪 这皇后忒赌了 若公主承认于我东方 那我就是假太监 小命不保 若不承认 那她就是不解之身 断下欺君之罪 皇后 您上会已经怀疑 我是假太监 我已经厌命震生了 对吧 怎么着 来 我再给你厌一次 你是不是假太监 彩虹公主最清楚 本公今天就听她一句话 皇后 这本事归房之事 你却拿来当众质问 我虽然是前来和亲 但是这也不代表你们可以这么欺负大金公主 如果大金的皇上知道此事 他会怎么做呀 他一定会不惜任何一切代价 为我讨不明白 皇后 守公杀一事 本就是民间传说 不足为心 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皇上 此事必须查清楚 王小说 是他们的归房之事 王大说 却关估两国体面之事 您相信小玄子是假太监 可在我看来 彩虹公主 在嫁到大舟之前 并非完毕之身 皇后 你空口无凭 就是我们二人有一人说话 皇上说了 守公杀之事 皇上的口无凭啊 不足为惧 再说你天天一个后宫之主 你听着我一个小太监 臭臭刁难我 诬陷我 为难我 辱骂我 你这传出去 丢个人哪 这事皇上 小玄子言之有理 皇后 不要再为难他们 皇上 本宫自有办法 兄等臣妾一宴 公主 你昨晚到底和谁缘的房 你们大金 也太侮辱我们大舟了吧 小玄子 我可算抓到了你的把柄了 靠 这下真的大意了 没想到 公主 他的第一次 竟然给我这个太监了 皇上 小玄子就是一个假太监 赶紧拉出去 斩了吧 谁敢 小玄子是我夫君 斩他就等于斩了本公主 跟大金过不去 斩吗 怎么 你承认小玄子 就是假太监了吧 好 好 三件皇上 妹妹 昨晚过的 还说他 小玄子 你该如何谢我呢 你们还真是情色和民呢 贵妃妹妹 如此夸赞他们两个人 你难道早就知道 小玄子他就是假太监吗 他可是犯了欺君之罪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小玄子明明是太监 皇上当时也是 燕明智身过的 你也被小玄大借过 怎么 好了伤疤忘了疼 小玄啊 又在跟随 这次是本宗亲自查明的 也不在跟随 反正 如果小玄子 他真的是假太监 你又该当如何 看这就是证据 小玄子和公主刑罚的证据 他就是假太监 皇后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也未曾见过 看起来着实有趣 这是假先生 回皇上 这个东西呢 是洞房前 城妾特意交给彩虹公主的 毕竟啊 是洞房花竹叶的 但是没有洞房支持 也何其都委托咱们公主 谁叫 咱们小玄子又是个太监 有心无力 所以城妾就特意 教彩虹公主使用假先生 这才能让他们在新婚洞房夜 能有雨水吃饭 贵妃是如何得知这些 这些啊 都是宫中密闻 宫里的老宫女们都知道 只是皇上跟皇后 都知道而已 皇上 既然贵妃就穿了 奴才就不再隐瞒了 实不像门 昨晚一夜下来 我的手都好酸痛 皇后 皇后 这本是我们的官房秘识 也不需要什么外人来插手 皇后现在说出来了 真是羞死人了 哎 我们的这个秘密 那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我作为大千的公主 也变了朋友 我刚才死了算了 不要你 不要你 要什么 大千就攻打过来 到处大楼就胜利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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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皇公主 是带着晨艳来登庆 你们让我嫁给这小太监 我不从反悔 但是 现在连我们 回房的秘密 都要公之于众 皇后 你到底是恨小玄子 还是恨我呀 还是想让大金和大舟 爱起风烟呢 你怎么这么 这么狠心 这么带着呀 皇上 我只是想弄清真相而已 并不想搞得天下大乱 是公主小题大做了 够了 身为六宫之首 心胸狭隘 更是在金国公主面前 屡屡失忆 全无了大舟皇后之风范 大事国庭 你如此不堪 怎配别我大舟皇后 传阵指引 废除皇后之位 将其大舟能勾 恭喜贵妃 恭喜皇后娘娘 如常所愿 小雄子啊 本公就让你好奇 你是如何知道皇后 会挑事 又是如何知道皇后 会就此事 新风作浪 更神奇的是 你居然事先 准备好了脚先生 让本公 全来收拾这个贱人 这一切 是你事先安排好的 这多亏娘娘 宁宏夫妻 天呀 小雄子哪有这么神奇妙算 不过是误打误撞 运气罢了 小雄子 嗯 你就别逗我了 本公知道 你宫里 一定有神 不过 我喜欢 因为 这离我的目标呀 你有见过 娘娘放心 小雄子舍得一身寡 只为了搬到前皇后 扶您坐上 皇后的宝座 明早 不必到小雄子的宫里 放进一趟 探挺虚实 玉王 难道你怀疑 小雄子是假太监 俗话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可是王公公 直到被斩的前一刻 仍然有死 不相信小雄子是假太监 我只是想 正是下而已 这是其一 其二 万一小雄子是真太监 那你就可以挑活出 公主 公前是真 让她难看 只要彩虹公主心怀不满 大招不是大惊不好 我就有机会推翻 王皇 帮我一度打断一下 皇后娘娘 谁学呢 是我彩虹独宠的男人 未经无许 不得煽动 公主就有所不知了 她呀 是我宫里的 怎么说 妹妹也是排在我后面 小玄子 是吧 嗯 憲哥 你偷人呢 不是娘子你毁了 我跟她真的没有什么事 她是偷你玩的啊 说说说管 我不管 我不管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哎呦 小孩呢 才做卷子提示 真男人 两个得呀 贵妃娘娘 你作为大洲国皇帝的女人 一女怎能嫁二婚呢 还有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让皇帝发现的话 不光会害了你自己 你还会害死小玄子呢 那你又知不知道 金国和大洲是侍臣 而你是敌国公主 你的身份无疑 会给小玄子 带来多少的困扰 嗯 她是我相公 我怎会害她呢 我爱她都来不及了 嗯 而且 我是她 名媚正娶的 妻子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 立于她身旁 姐姐可以吗 我虽然不能时时刻刻 陪伴在小玄子的身旁 但是我知道我 我思念她 她需要我 我们两个 心有灵犀 像今天这种事情 我就能前来救她 而你 只会给她添加麻烦 擦 两只母老虎相争啊 二位 二位 参见陈公公 高叔 你客气 你叫我小玄子就行 我跟你信完班吧 嗯 嗯 我这金国驸马可不好当你 哎 太太殿下 你现在归为金国的驸马 您何不接触公主之事 让金国帮助咱们 对她的恐慌 不行 如果大警和大洲打起来 正好中了羽王的监禁 有羽王在 我们没有把握 拿下大洲天下 不过现在 羽王已经知道公众里 他们自己的人了 你赶快想办法 先下车跟你想 要不然 还麻烦 你放心 我已经有计算了 过来就是皇上的深沉地 啊 我们就这么舍去 参见皇后 姓王 本宫无能 我已经不是皇后了 皇后放心 本王一定很快 让你重登皇后之位 羽王有办法 过两天 就是皇上的生辰宴 我收到献报 公里前大梁党人 计划在生辰宴上 谋害皇上 到时 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击 如此说来 小玄子 他就是前大梁党人 他屡屡夺得先机 背后没人 我是打死也不行 这个小玄子 神通广大 轨迹多端 羽王 你一定要小心他 他们逃得过一次两次 绝对逃不过第三次 羽王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皇上 卡虹赫祝您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建国的使臣啊 前来送贺 好 大建国鲁党为赫大洲皇帝万岁节 各送到千年匪罪 自作 好 皇上 小玄子心里手巧 彻底为皇上做了长寿面 以赫皇上声称 小玄子你还真是什么都会做 那这长寿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对皇上 这面不仅容易吃 而且方便携带 想吃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吃 不用专门等于除 做 如此神奇 正是 请奴才给皇上展示 皇上 这就是奴才给你准备的 面 再加上热水 没过这个面即可 对了皇上 我能借您一本书吗 那就 谢皇上 给他盖上 我们坐着等一会 好了 再加上我特具调配的调料 如此神奇的东西 有什么名堂吗 皇上 奴才命名这个面为 方便面 于是 方便 方便面 正是 若行军打仗 有此面相配 还愁什么没有军粮 快端上了 让朕尝尝 慢着 皇上 这个面呢 这是奴才的展示之面 奴才特地给你做了 食材更加丰盛无味 请您品尝 好 上面 慢着 往上 果然好面 小学院子 赏 没想到 现在一个几块钱的方便面 在古代皇上面前 就成了香波波 谢谢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 祝皇上万寿无疆 福泽连免 多谢众青家美意 那朕 这些确实不公了 慢着 皇上 为了庆祝您的生辰盛典 奴才特地教了大家一首歌 您可以 边听点词 礼拜 起 对所有的烦恼说 拜拜 对所有的快乐说 嗨嗨嗨 亲爱的亲爱的 生日快乐 来了 皇上 这面万万不能吃 羽王 你写武器登殿面君 难道是 图谋不轨意图行刺皇上 羽王 你这是做事 莫非真的要谋反的不成 皇上 微臣不是谋反 而是前来护驾 捉拿你的 内殿之上 何来你的 小玄子 集体同党 高公公一干党 意图独害皇上 来人 拿下 慢着 皇上面前 岂如你指路为马 学口喷人呀 小玄子 你屡次作弄本王 这次证据确凿 你差一难逃 本王说你是逆党 你就是逆党 羽王所言有理啊 这小玄子 一直是巧言令色 作奸犯科 为神共分啊 王爷把他拿下就对了 放肆 这是皇上那点 还是羽王那点 皇上在此 儿上怎敢明目张胆 替羽王说话 就是皇上 明明是羽王 违反宫廷禁令 起武器和士兵禁殿 竟然还在说 是我要行刺皇上 难道你们都看不到吗 羽王 你说小玄子是乱党 可有证据 对皇上 如果羽王拿不出证据 请将他治罪 皇上 微臣以相声人头担保 小玄子 必图谋害皇上 赢花当真 当真 人头当保 人头当保 好 你有什么证据 你犯法过来 否则你就是乌龟王八蛋 远在天边近在远前 就是在皇上面前的这碗面里 小玄子在面里下了毒 皇上 日月可见 罗太队皇上一直忠心耿耿 怎么可能会毒害皇上 你说的天花烂坠又如何 如果面里没毒 你去吃了呀 放屁 这是皇上的面 我怎么能擅自食用啊 你就是做贼心虚 你在面里下了毒 你不敢吃 那你吃 你吃吃吃吃 皇上不允许你敢吃吗 小玄子 你若要自证清白 真准你食用死 嗯 好吃 太好吃了吧 嗯 我长这么大 我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我刚才没有吃 有些污质的人 都不知道这东西以后多唱交话 嗯 嗯 嗯 我真的没事 我真的没事 小玄子你别多吃了 你赶紧流量 嗯 太好吃了 一点不给震流啊 我吃完了 你污蔑我 这吃了该脑伤 这不可当 本王在公园的内应 明明看见高宫队的银针变黑了 内应 我让你知道吗 不 好赵 他说他在宫中安排内应了 啊 你假借赵我的名义 实则带武器和世卫禁殿 是为了禁止皇上吧 本王只是担心皇上安危 从来没想过加害皇上 相反 本王的手下看见银针变黑 立马通知本王牵连护驾 皇上 之前一名声武高高在上 他能弄这个定律就说明 三王贵殿内庭一定是为了 刑刺皇上啊 宇王你可知罪 自古以来陈下不得带兵器见皇上 宇王你太过分了 贼喊捉贼 原来宇王才是最大的逆贼 按派阻律 宇王勾结内庭当斩 内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 还手持利剑 怎么 难道你胆敢试杀皇上 皇上输罪 皇上 你想想 他有多坏啊 啥时候来不及 在你生日的时候来 你看看这是咋弄这是 小玄的 休得多嘴 皇上自有猜度 皇上 他可是说了 拿人头担保 是吧 皇上声明 为臣一向忠心耿耿 辅助先帝及皇上数十载 这次集中出错 但是 为臣维护皇帝之心 日夜可见 皇上开恩 我身上 不过 哎 皇上 皇上 依你之见 这宇王 可以如何处置 以卫生探戴 许王现在是大 唯一有抖击条件 但是可以接受他有错 在其他人上 陌生 陷阱过他的王位 我才能把他干掉 皇上 事罚突然 微臣匆匆护驾 外面尚有护兵 等待 微臣退兵 尾王 你带兵闯入内殿 其罪可诛 但真念你劳苦功高 免你死罪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传旨 齿夺羽王 摄政王之王好 无阵指令 不得随意出入内宫 微臣 谢皇上不杀神 慢着 今天是皇上生日 来都来了 跟皇上说一句生日快乐 你在做 皇上 生辰快乐 走 小玄子你发明方便面 于果有意 阻拦羽王以下犯上 功劳甚大 今日起 朕封你为大内总管 官居从二品 赏银万两 一如所料 严下皇上 还是不敢杀害羽王 不过 也打他磋伤了他的气眼 我既给皇上中肯的建议 在他心目中 他又对我高看了一分 嘿嘿 谢主罗恩 如果 这方便长寿面 你可否被认再做一碗 当然可以 皇上 奴才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那个你看 庚主家给我了对吧 他常住宫中呢 也不太合适 还请皇上凯恩 让他住宫外去 蹬鼻子上 朕准了 就在城外给你建一个总管府 让你和彩虹公主有个家 谢皇上 公主你肩嫁给太监 我大兴国驸马家不是男人 他不仅是个太监 还是男人中的纸品 看你不懂 恭喜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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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陈总管 恭喜陈总管 新军入伙 恭喜恭喜 陈总管得到皇上的御赐福利 只乃宫中太监第一人 好 不知以王大驾光临 有谁远迎 陈公公客气了 你现在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谁都想八点 打开 陈公公 请笑的 玉王 你给我这么重的礼 这是 行费 没错 本王就是赏识你 行费 让你以后跟着我 怎么样 这个玉王真是无法无天 这是想拿了我 还是想祸害我呀 哈哈哈哈哈哈 陈公公 我看有事先行告证 先行告证 各位大人慢走 陈公公 这银子 你到底是收还是不收 玉王 你这个如意算了 我收 就是受贿 不收 就是不给你面子 对不对啊 没错 本王就是仗势欺人 你能拿我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过玉王 我也告诉你 你虽然全是通天 但我也有皇上照着啊 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吧 没错 按理说 我是不能拿你怎么样 可是如果两国开战 两国开战 我和彩虹公主已经和亲了 大金和大洲是搭不起来的 你算哪能子和亲 你是皇亲国妾 你就是个狗太监 大胆 我是大金国公主 陈总管是大金国驸马爷 谁允许你到这儿撒眼了 彩虹公主 你以为 这里还有你说话的份 本王不怕告诉你吗 我已经见了金国使臣 给了他一大箱银子 让他回去复命 大金国的公主 被大洲的狗皇帝 赐给了一个小太子 大金国的皇帝要是知道了 会不会爆掉如雷啊 你胡说 我明明告诉了使臣 说我在这边过得很好的 很好 再好他也是个小太监 你觉着好 大金国的男人可受不了 羽王 你挑补两国关起 妄图挑戒战争 是要将黎民百姓 置于水火之中吗 本王管不了那么多 我只要皇帝怕我 只要两国开战 要银子 我有 要兵马 我有 你说皇帝 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你别做梦了 我现在就回去 禀报父王 让他停止打场 你才别做梦 本王已将这里守得死死了 你出不去 有人呢 你去带球好了 离王 别打字打了 玩苦彼此 你自求多福吧 你要是相公司 本王一高兴 还能饶你一条狗命 把东西带走 带走 走 怎么办呀 相公 如果渔王真的行贿了使臣 他们一定会大破脏水 父亲可能真的会动兵 谁叫你是大精第一美人 要我知道你家给个太监 我也抓狂 不行 我一定要回去 告诉父皇 挽救于两国水火之中 你放心啊 我会让高公公 帮助你逃离这里 那你怎么办呀 离王如果笃定战争必将爆发 他一定会向皇上逼宫的 我得回宫中 阻止于王 是 太殿下 王老陈一会吩咐 与王挑拨两国关系 试图挑起战争 我们必须阻止他 不 太殿下 天下大乱起步更好 咱们可以趁乱杀乱的功 先王报仇啊 不可 现在天下大乱 便宜的只是羽王之中尖秀 我们多个大洲就更难了 必须要先除掉羽王 没想到太子殿下 有如此怨大之下 那要多得大洲天下 咱们大梁不就是复活了吗 我们大梁确实是被大洲先帝灭掉的 如果大洲皇帝不忍 我娶二太政也未必不可 那该如何去做 老奴给练练起一众兄弟 听从殿下吩咐去 你们先把公主 送回大京 阻止大京出兵 至于羽王 我在宫中对付他 不可 羽王武功高响 那大洲第一勇士 当年挣扎咱们大梁的时候 杀人入马 在宫中 我等即便接近全力 也不能战胜他 各方的一个人 如何打败得了他呀 天下武功 最怕在刀 为工具也 我自有了 送公主之前 你帮我派人打造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能够打赢羽王这等决定高手 有他在 别说羽王了 哪怕项羽在世 我也能打赢一百个人 皇上 小玄子 你来得这么好 羽王马上就要进宫了 这怎么办呀 皇上莫急 奴才有对策 就看您 应不愿意做 有对策就赶紧说 这什么都愿意做 维京之计 只有一些天欲望安排 他想当回市长王 就让他当 他想当大将军 也让他当 总之 你去让他满意就行 小玄子 我以为你是什么决定聪明的家伙 没想到你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 皇上 没办法 心势比人强 咱还得靠他出兵打金军 还要靠他出贤富良想 就算他闯进宫来 咱得乐呵呵的相迎啊 那他要是要镇的皇位呢 就这么给他 呃 皇上 皇上 羽王 你来得正好 真是挂念你啊 皇上 本王代剑入宫 也不见怪吧 羽王代剑入宫 那必定是为了保护朕的安危 哈哈 怎么会见怪 可惜 本王已不是摄政王 不能时刻伺候皇上左右 此言诧异 朕剥夺你摄政王 是因为朕要封你更大的称号 祝国公 祝国公 祝国公统领三军 包括皇城内外的防务 皆有你一人的 哈哈哈哈 伟臣 叩谢皇上 朕国公 真是辉煌无比 好听 哈哈哈哈 小璇子 参见朕国公 小璇子 你也见风使舵了 哈哈哈哈 恰好 本王最坚定小人 皇上 微臣 进宫是为了清军策 我斩小璇子 你没意义吧 我 跪下 向我求饶 否则 死 难道你不怕死吗 你现在不应该向我求饶吗 王爷 您要啥就啥 反正我跟皇上打赌 鬼灭了 你和皇上打什么赌 奴才和皇上打的赌是 宇王宁一辈子都得不到 哈 小璇子 你也太小根本了 你以为我真不敢夺皇位吗 好 我今天就饶你死 等到我穿龙袍 做龙椅 登基称帝之日 再将你无法分尸 徐王 你当真要无夺朕的皇位吗 你这个皇帝 有什么资格做龙椅 这大州的江山本就是我替你打下来的 这皇位本就是我的 现在军队在外迎战大金 本王 已经派兵将这里包围了 哈哈哈哈 朕 说登基就登基 哈哈哈哈 小璇子呀小璇子 你这是要将这夹在火上烤啊 皇上你莫及 于令其王 心令其狂 奴才保证 于王得子的皇位 你这贱人 你以为本宫会永远待在冷宫吗 来人 给我狠狠地打 娘 娘 别打了 别打了 娘 娘 娘 啊 哈哈 皇后娘娘 都是一家人何必这么的大洞干戈呢 小熊子 嗯 你居然没死 于王没杀你吗 让皇后娘娘失望 于王要让奴才看着老人家 你们小圣子 多灭刘太 看着你疯疯光光 哼 于王真是有意思呀 那今天 我也饶了你这个贱人一命 让你看看我是如何疯疯光光 就是 喂 皇后娘娘 奴才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以庆祝您和宇王的灯位圣殿 说来听听 奴才擅长鞭炮和烟花的制造 只要给我合适的材料 我就能造出来 到时候万炮其名 普天同情 啪啦 啪啦 每天如此的绚丽 正配您和宇王高贵的身份 说的不错 小玄子 诶 你真是处处为主子着想的 好龙菜呀 多谢皇后娘娘夸奖 香水 炭粉 硫磺 皇后的钻石效率还真不赖 贵妃娘娘说了 与其眼睁睁看着小玄子 给皇后那个贱人制作礼炮做庆典 不如把它砍了 免得丢人谢眼 月姬姐姐 你舍得杀我吗 我还有很多按摩技巧 来给你施展呢 小废话 老实交代 是不是真心想成为余王和皇后的走狗 你信我吗 鬼才信你 贵妃娘娘说过 带爸的男人都信不过 就算你不信我 你应该信我 就顶下这把枪吧 你 流氓 我在 别别别别 我是真有枪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枪 一把让我找回男人尊业的枪 叫火枪 你知道什么东西 和 角先生那样 他是一把能杀人的火枪 只要装上火药 被离我救 火药在哪里 哎 这不就是了吗 只要把这些拼杰丁间阻装阻装 放到这里面 这不是用来制作烟花鞭炮的吗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我那都是借口 不然我怎么让皇后过弄这些东西呢 你要杀鱼王 这也太危险了 他可是有万负莫敌之友 我都打不过 男生 放心 我已跟皇上商量好了 等欲望东西明天 来一个 杀鱼打 你就像这么厉害 皇上 明天羽王妄图登基之时 一定不会携带武器上场 正是诛杀他的好机会 可即便清景宫内所有的好斗在街 不一定能致服得了解 皇上不必担心 只要以摔跤之名 让他先去加重即可 皇上 羽王 先祖有摔跤的朋友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朕给你准备立场摔跤的表演 哈哈哈 皇上实在太有趣了 本王很满意 诶 皇上 小玄子有一建议 斯文羽王是当年大洲第一勇士 不至如今 熊风一休 不如让他跟四大摔跤手 比划比划 展示一下 如何呢 小玄子 你胆敢惹羽王 你最清楚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当然记得了 我连烟花礼泡都准备好了 准备今晚咱好好的庆祝庆祝 哈哈哈 不过 羽王就这么平平淡淡的气味 实在是太可惜了 羽王常说 能者居之 是吧 羽王 你说你上位之前 展示一下实力 岂不是状态呀 是啊羽王 朕也很想见识一下你的实力 哎哎哎 就当是朕不用一次请求 好 七七等跑啊 好 小玄王 那是多棒 哎 哎 又当是活动一下筋 好 羽王加油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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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四个武士可不是普通的太监 而是民企组织最好的战士 他们曾经浴血沙场 不少同伴死于羽王属下 这次他们真的是殊死相亡 Even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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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狗奴才 看老子来讲啊 你们这个狗奴才 看老子来真的啊 羽王 你个大胆逆贼 妄想谋权篡位 实在罪不可赦 懒人 玩玩打工 好你个小玄子 见你这么射的仙骸老子 我你 我反而一人 哎 什么豆腺我跟你说了 隔不倒话呗 小玄子 这实力的大贵 这个位子坐的还舒服吗 不好意思华上 请华上受罪 请华上 朕知你不是羽王 起来吧 谢华上 王上英明 朱沙羽王 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陈仙不是羽王的野仙 我无视他 他带他给蒙骗 皇上你饶饿陈仙吧 皇后 你自裁吧 你 男人 孤独皇后后卫 贬为庶人 养住 接牢 皇上 大金 已经在公主的劝说下同意退兵 为何你依然 宠媒不展呀 大金虽然可疯 可他一直是我大洲的心腹之患 这连年征战国苦空虚 真深可疑 皇上 奴才认为 大金之所以屡次侵犯我们大洲 无非就是想占点资源 但凡他们有别的出路 我相信他们也不喜欢这样打打杀杀的呀 小玄子你可有妙法破解 皇上 我们大洲自古以来都有和西域通商的传统 可是由于连年战乱 上岛被迫终止 假如我们大开上岛 让四方来客做生意互通有无 岂不是皆大欢喜吗 所谓天下兮兮 杰威力来 天下嚷嚷 杰威力亡眼 就怕那大金不肯善罢担休啊 哎皇上 大金处于西域的必经之路 如果开放经商 他们可以收税 可以繁荣集市 也可以聚集人口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不愿意呢 你说是不是皇上 假如你同意了 这将是负责千年之大事啊 皇上 我们就叫他 丝丑之路 您看如何 而且皇上你想想 您将会被历史所铭记 小三果然是真的好帮手 可这还是有一番心事 皇上请说 根据羽王云野招供啊 这皇宫之内还有大梁乱党 朕命你查清他们中还有哪些人 能一网打尽 是皇上 小玄子 你帮朕抓住这些乱党 朕的江山就能安稳 朕也可以搞这无忧 届时朕会封你为祝国公 向龙华富贵 一人之下 我为你直升 皇上你太高看得起小玄子了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大梁与党呢 哈哈哈哈 实在是没嘛 那就看你本事了 高叔 多亏了你及时护送公主的经过 才避免两次交战 太太殿下吩咐的任务 老奴帝当节列完成 老奴也听到 羽王死于太太殿下之手 羽王是咱们大梁的抽敌 太太殿下总算为我们大梁的将士们 懊头血汗了 就是因为羽王死去 皇上已经开始怀疑皇宫里面有我们大梁的人 我希望你和林奇的兄弟们尽快撤退 不行 狗皇帝他妹妹杀呢 他是我们最后一个敌人 高叔 灭掉大梁的 是大周先帝 不是当亲皇上 我看他呀 还算是个人权 我不想因为仇恨 再去杀路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那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了 我们已经杀了魏兹楚羽王 我想给这个皇帝一个机会 等你们安心处理出去 而且我会想要表明身份并约法参照 那是行认证 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否则 凭我的本事 我可以取而代之 那狗皇帝可信吗 我不知道 但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高叔 大梁就没了 你们也该放下仇恨 跟兄弟们出去 过平稳的生活了 太子殿下 老诺愿意将此生 奉献给先皇和您啊 为民企组织就此解惨 这是命令 参见皇上 陈总管 我这种事与你伤了 皇上且说 大金帝来国书 说你的夫人彩虹公主 他们不满 我将他赐予这个太子 不让他回我大宗 我方使称距离力争 他们却都要三十万两现银 方可让他回来 此时 作为称家总看 岂有 大金实在欺人太甚 若是详情勃索 万万不可答应啊 不过 彩虹公主 寄你下给陈总管 也就是我大宗人 如果支持部里 能有伤我 都尊你 金国 蛮横无礼 言而无信 不如所幸将他攻打下来 让他沉 我大宗与大金刚刚言和 开通了丝绸之路 互立互惠 此时翻脸 似乎不太合适 所以 这 也很 小小小子 此时 您怎么 回皇上 彩虹公主既是奴才的娘子 那就是奴才的家事 奴才愿意 一人前往大金 把公主带回家 并保证不伤两人的和气 陈总管真的肯去冒险 此时 恐怕不容易 陈总管 那边有些风大 于是态度征者 此去 只是自己提我而已 莫非 陈总管还震荡自己 是金国库吗 人家会以你相待 陈总管 杀过于大 勇气可嘉 可他再深勇 以南敌整个金国 若一人前往 恐徒增笑柄 又伤我大洲国体 皇上 其让奴才一人前往 绝不恐守而归 届时 还请各位不看好本人的大臣们 迎接公主和我的康丽一行 好大的口气 太监若能将金国公主要回 本官自当告老还乡 好 皇上面前 君无戏也 这承你所奏 娘子 娘子 相公 哎 笑死我了 你都瘦了 你可终于来了 他们要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 他们以为我带了三十万两银子 所以高兴而来不及 我父皇家崩了 现在大建国的国主 是我同父一母的阿兄 他对我一点生命之情的 都没有 他之所以把我关在这儿 不让我走 也就是为了想饿点银子 你放心娘子 相公自有对策 嗯 可是我阿兄贪婪至极 如果你拿不出来三十万斤 我真的很害怕他会牵动于你 贪婪至人正好对我 我带你回家 娘子 你说我们许久未见 小别生先分一下 参见国主陛下 你就是那个想娶大金公主的小太监 正是 我就是你的媚妇 大胆 敢跟本王叛起轮器 不过 看在那三十万两银子的份上 本王 给饶恕你 让陛下失望了 我一两银子都没有带 且无此理 一两银子不带 敢来见本王 还想带走千金之躯的公主 来 拉下去 看了不应 慢着 陛下 我虽然没带三十万两银子 但我带来的 却是三万万两银子的大声音 三万万两银子的大声音 由此一来 我大金球比大洲还要护数了 正是 你若真有三万万两银子的大声 又岂会孤身一人如此寒酸的来见本王 正是 大猪之人生性狡猾 说话一点都不可谱 怕是吹牛上天吧 你若是能赚三万万两银子 你就不是小太监 而是国主的做上宾了 在我大金 你就是首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陛下 受之以余 不如受之以余 凭在下的法子 生意可做百年 子子孙孙传下去 赚了又岂止是三万万两啊 陛下请看 这个 就是我潜心研究的清凉解渴之物 喝一口神清气爽 喝两口欲罢不能 一喝就会杀一瓶 请陛下品尝 什么东西 这能喝 这不是滚烫开的吗 陛下 您异常便知 这是什么酒水 确实是好喝啊 这叫气水 是我发明的碳酸饮料 居家旅行皆是必备首选 将来 将会畅销全世界 百年不选 而他的名字 叫做 中国可喜可乐 这简直就是神仙水呀 怎么做出来的 陛下 只要你答应我 让我把公主带过去 我就把方子给你 好 只要你交出配方 让我能做出 一模一样的气水来 我也答应你的要求 好 一言为定 配方就是 松叶针 糖和干净的水 再加上光合作用 但是这东西我没有啊 哼 你们以为 我会将局势文明的可乐生产秘密 全部给出来吗 制造汽水容易 可是储存起来 就太难了 因为古代没有玻璃瓶 只要老子 老老地掌握玻璃瓶的制造方法 就不怕赚不到你们的钱 哼哼哼哼哼 陛下 这个叫做玻璃瓶 不过这个瓶子制造起来 非常的困难 得需要非常好的原料 再加上非常好的工艺 才能制作而成 不过你放心 等我回大洲之后 每个月 我都会派人 把玻璃瓶给送过来 到时候 我们有钱 一起 嗯 哼 这东西超出这些人的想象力 谁叫老子 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呢 你拿我没办法的 不过 我要你保证 以后 将制造这个瓶子的作法 搬到我大金来 靠 这个大金国主不愧是财民 懂得招商引资呢 还要我引资半长 哈哈 没问题 我身为大金驸马 你应为大金的荆棘繁荣 贡献全马之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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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哈哈哈哈 哎别动 最后一笔了啊 好了 好了 哈哈哈 谢谢啊 继续一成 我就带公主回国了 好 我拍针子 这个人是阿国克 他说他是大金第一高手 说你是个太监 根本就不配娶我 娘怎么怕 我来找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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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呵呵 Side�u稍 加油 算了 要是在一段外 阿谷特还会忌惮她 他是进一上半 第四五一 战神一定会不罪他 哈哈哈哈 还用战神出手 就别骂了呀 哈哈哈哈 阿古塔呀 你可不要把他给弄死了 咱们还得靠靠靠靠靠靠的发财呢 啊 相公 没事吧没事 回家 真棒 回家喽 阿古塔 怎么回事 你竟然败在他手上 哎 他那个东西 真是个魔鬼 相公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 能打败大中国的第一战士 因为我有我的枪呢 这闲点 想哪去了 嗯 我的枪天下无敌 嘿嘿嘿 哎 小心走火 给我吧 咱们赶路了 嗯 走 老公 老公 我 你们终于安全地走了 我 干啥呀 玉姬姐姐 他一个月没见面就这么厚急啊 高哥哥走了 我知道 高老还乡了嘛 也算落叶归根咯 他们死了 皇后两条杀的 老实交代 你到底是不是钱大量了 你先告诉我 高公公是怎么死的 皇后不可能抓到他 一切还要从你走之后说起 为了 皇后能要向皇上告诉我 说临四个摔跤手 是田大良将领 这是渔王临死前告诉他的 所以皇后被放出来 带罪立功 他以四个摔跤手为诱儿 设计让高公公带人来救 结果他们全军覆没 一共十四人 一个不了 我早就应该让皇上杀了他 皇后立了大功 铲除钱大良余党 皇上又恢复了他的摳位 小玄子 我跟贵妃娘娘最担心的就是你了 因为你跟高公公走得最近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007 007 你们也找这个暗号了 皇后应打拷问什么都没问出来 只知道他们的代号是007 他们宁愿被皇后折磨至死 也要守护这个人的名字 这也是我佩服他们的地方 虽然他们都是太监 但哥哥都是汉子 没错 我就是领域 陈玄就是他们舍命要守护的名字 我是大良人 梁国太子 你是梁国太子 我早该知道你身份不尽 贵妃娘娘 你可以把我告发给皇后 让她就会饶你 小玄子 你当我什么人 我是那种贪生怕死 出外朋友的人 月姐 外府的故事 你竟然你好 你是警察 俗老人 你竟然你 けど我 这太子 都没关系 你老是 weil 你 把自己當成皇后了的 姐姐說笑了妹妹不敢 姐姐一直是皇后 小賤人仗著自己有幾分姿色 竟然想要迷幻皇上 搶走本宮的後衛 來人的把她的臉給我滑滑 我看她還怎麼做狐狸精 誰敢 搞東西竟敢跟本宮叫板 來人的 給我拖出去 多了 姐姐 你求求你幫我們吧 以後皇后娘要說什麼呢 我都聽 妹妹 你早這麼說不就好 妹妹 姐姐正好有事要求 姐姐請說 我知道小璇子他回來了 我要你指證他就是前大梁的羽島 我要產進所有的大梁羽島 讓皇上安心 姐姐 大梁羽島不是都被你摔光了嗎 小璇子 怎麼會是大梁羽島呢 你這個賤人 敬酒不 grim functions 지는骰酒 來人哪拖下去 穿著舞食 娘 娘娘 不能 我要死呢 直到打死為止 你氣來死不足心 夠了 小玄子原來你在這兒 把他放了你要丟死人 你沒有任何的資格跟本通談條件 我是前梁國太子你說我 沒錯 我是梁國太子 是零一七組織的手裡 我是錢壯框回來 小玄子你也不用為了救我 因為我自己是像破葬鼠一樣 我沒有破葬鼠 我身份很高貴 怎麼樣 你把他們放了 我給叫我 好 你害死了羽王 我今天就讓你得到報酬 你不能去 你去就是送死 我 你給你 不不你給他出去 一人做是一人當 我不能理他你了 有意思 真有意思 貴妃愛上了小太監 真是抗力情深感人肺腑呀 走 跟我去見皇上 我倒要看到皇上 怎麼處置你這個前梁太子 沒事了 沒事吧 你給我去 套不好貴妃 娘娘 疼不疼啊 小璇子啊小璇子啊小璇子 你真傻 去面為了我去死 你說 她是不是愛上我 娘娘 是你去願為她去死 是你愛上她才對呀 這 這是剛剛她偷偷塞給我的 快打開看看 這什麼地方啊 怎麼有些野獸 娘娘 这个好像是昆宁宫的地图 昆宁宫 这里有一条密道 叩见皇上 本宫又给皇上立了大功 皇后请讲 皇上 经过本宫的细米盐查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终于找到了 前两一夜的洛宝大人 这谁是罗王大鱼啊 传小玄子 小玄子 参见皇上 大胆奴才 断神贼 还可以叫皇上 皇后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难道你不把皇上当皇上了 你想什么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皇上 小玄子他就是钱梁太子 他和路往的高宫牧师异货的 他们前子后宫就是为了刺杀皇上 代号零零七 二姐亲口承认 周桂非也没作证 小玄子 你是钱梁太子 皇上 您相信吗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全赖皇后 弃而不舍 终于抓到钱梁太子 大舟安宁啊 这小玄子来历不明 又好处分口 臣 早就怀疑他是奸细了 这些酒囊犯袋只会阿谀奉承去延续室 根本就是师位俗餐 你才敢 玩得很嚣张 污蔑大臣 大臣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谁之前说只要我和金国带回了公主 他就告老还将辞职 是你吗 你怎么还站在这里 你什么你呀 你这么大年龄 说话不算数 我要是你 我都想去死 男人 活下去 皇上 小绳子最大恶极 这个朝廷入关 杀死他一点也不晕 那些老臣一个有用的都没有 小绳子说得不错 教训得好 皇后 你说小绳子是乾梁的太子 你可有什么证据 皇上 贵妃 德妃 贤妃都在场 都可以作证 皇上 皇后肆意后宫之权 肆意战打贵妃 以世家人人正并不足以性 小绳子 你敢耍本宫 本宫就暂且饶你一命 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皇上你看 他现在还在威胁奴才 而且我告诉你 留给你的机会并不多 你跟本宫斗嘴 又有什么用 反正高耕耕 许许多多的零零七 已经被我赶杀殆尽 只剩下你一个 你不觉得可怜吗 皇上 这个贱女人不仅涉嫌于云王国度 还涉嫌假冒皇后 不摸不轨 欺君满上 你这个钱粮太子 你污蔑本宫 真是阴险 皇上 奴才并不是什么钱粮太子 好 为了证明奴才的真实身份 我告诉你们我的真实身份 奴才乃是 大舟前首府卧底 你说你并非钱粮的卧底 而是本朝大舟前首府的卧底 你跟钱首府是什么关系 不 你跟我爹是什么关系 贱女人我告诉你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门为 劳奴愿将终生 父亲给献皇恨你 为云七组织就此解散 这是秘令 太子殿下 你如果只要解散了 劳奴也不得不从 太子殿下 劳奴潜入宫中多年 她的公为迷惯甚多 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知道殿下还有没有用 女王和皇后是通 看来没错 他们一直有安宠联络 不过我怀疑皇后是假皇后 假皇后 有证据 没有 不过我认为证据 就应该在皇后的起控制 反正 女王也死了 皇后也被他偷牵牢了 她应该也不会有 不代行的坐牢了 皇后 你就是假冒 小玄子他是在蒙骗你皇上 他不也是口说无凭吗 你要治他欺君之罪 他这是在侮辱臣妾 侮辱皇上呀 皇上 这个皇后 他是假皇后 这是真的魔皇 不可能 不可能 陈玄 你怎么会知道 不可能 你当然不会想到 当年收府天宫看望女儿 就发现了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模仿他 连他亲生父亲都骗过的时候 没想到 我百命一书啊 书人 和收府大人那里露了麻将 从那以后 收府便派人进宫调查人的定系 即便他军事的命运 依旧的安慰 就是他派人的第三人命运 中央皇上的分子 我早饭了 主父 为何要残害这种皇后 可皇帝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本来就是羽王的人 我本想着 和羽王的淫外痕 把你除掉 没想到 空白垂肠了 竟如此想做皇后 朕便赐你自尽 在雄愿陪着皇后 陈玄 你 不杀了我吧 我不想生不如死 杀了你太便宜了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你放心 告诉他们 我这个人都是为了杀人的 原来你果真是他的太子 没错 这就是我替告诉他们保证 陈玄 你真的以为是我杀了高公公吗 我呸 我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皇上的旨意 走 原来这一切都是皇上的 你就不能轻点嘛 一点都不连生戏悦 啊 只有这样 喝酒半月 我根本就算了 怎么 你心疼了 不敢 今天差点 你吓死了 原来在皇后面前 承认自己是梁国太子 他要去见皇上 我是谁 我操有准备 就变心险糟 上以后再不怀疑 你会杀皇帝吗 你别将皇后的话放在心上 他呀 就是想拖你下水 对付皇上 你想 如果你跟皇上谁死了 他都算报仇 皇后的话 是真是假 现在确定难以 既病化 他现在有一对付 他现在也只管他们 的时候 如果迟早 他可能会被伤害 你觉得 我和他还会露死谁手呢 露死谁手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此刻呢 有一个很快报复他 我看你 你 不 娘娘你识不得 我现在还有伤在身呢 你不就是我最后的姐妹吗 别 娘娘 你现在马上就成为皇后 整个后宫在乎得住 即便我是当了皇后 也是半居于半居 要是失去了 你说 我的空虚和寂寞 又有谁人能吃呢 而且 我今天才发现 仍然你是这么一个 有情有义 品天力地的男人 心风一霧 一香风 无浪 寂寞 喝过你 这是在后宫呢 你别这么大事 你个大奸 后宫其他 月子也会帮我们打风的 哎 娘 不是 娘 娘 娘 小玄子身为大内总管 接连破坏了羽王的谋反 还有假皇后的罪行 功劳甚 朕在此封小玄子为 祝国公 正一品 任太保 赏赐黄金万两 谢主罗恩 启禀皇上 陈公公是太监 按照大周律令 最高职位是大内总管 不得进朝廷当官 不得封头败绝 祖训不可为啊 靠 这群老家伙十股不化 生怕我挤在他们头上 一个比一个说得恶心 谁说陈太保是太监的 诸位亲家有所不知 陈玄乃是朕派到后宫的卧宁 专为彻查贾皇后一事 如今功德圆满 朕开成不功 自然要还陈太保 一个亲爱 莫非大中皇帝 已经洞窗我是假太监 可是 如果他知道我是假太监的话 为何不将我杀偷了事 反而加官进绝呢 小玄子 当上大官的感觉如何呀 亏皇上 如坐针毡 如盲刺背 如耿在喉 也对 这太监封关尽绝 史无前例 所以朕也只好给你捏造一个卧底身份 还你一个清白的正常人 如此一来 这朝中的大臣便也再没有了意了 皇上英明 陈太保 朕给你看一样东西 朕上次见你用火枪击杀羽王 朕甚感震惊 于是召集了我大洲的能工巧匠 和域外的能人意识 共同仿造此期 你看 火炮 长枪的图纸 靠 没想到大洲皇帝如此擅长学习 巧用我的发明 竟将热兵器统统制造出来了 皇上 现在天下太平边境河墓 咱要那么多武器干什么呀 天下太平固然可惜 可谁又能保证这国境安宁长治久安呢 唯一的办法 就是造出这更强大的武器 朕大洲 成为全天下最强的国 皇上英明 不过微臣认为 相对于武器 皇上实行文质 更能让人臣服 自古亡者 恩威禀师 方能威慑死方 陈太宝你是个聪明 应该能明白朕的意思吧 微致明白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陈太宝还需要帮朕一个忙 皇上请说 这火枪大炮的图纸 已然设计出来 可是火药的配比 却迟迟不得其法 碳粉多少 硫磺多少 消失又是多少 其中的比例 还望陈太宝 悉心点 皇上 微臣菜学固然有 但更擅长的是旧人 而不是大人 陈太宝不必谦虚 朕知你不是普通人 朕知远胜咱们同待者 朕相信 你一定会用办法 解决这个案题的 对吧 皇上 如果微臣配置出来这些 您会跟我们打大金吗 这些事情是你该问的吗 坐在这个皇位上的人是正 不是 此事不必多咎了 微臣明白 我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已经知道我是假太监 之所以不杀我 是因为 我还有利用价值 哦皇上 不如 让微臣把这些图纸带回去 好好地研究一下 嗯 奴才写真要退了 嗯 相公 哎 相子 你回来了 怎么了 这么看着我 你越来越像个男人 我本来就是个男人 可他们之前不知道呀 现在我可以非常骄傲自豪的大声说出来 我相公是个男人了 皇上封为之卧宫 关注太保的事 知道了 不仅知道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我有戏了 这么说我是一击即中 这也太快了吧 你会不会搞错了 你多厉害 你自己不知道呀 嗯 我今天上午呕吐难受 去看看大夫的 他说没错 太好了 哎 拿的是什么呀 啊 这是刚才公里的公路送过来的 这是安胎药 皇上对我们呀 真是官 没智 好 走吧 这相关很大了 走走走 赶紧收拾行李 咱们准备跑路 怎么了 你上午去看大夫 下午皇上就把药送过来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他在坚持我们 坚持我们 嗯 你得罪他了 你不是刚刚才升官吗 他早就知道我不是太监 之所以不杀我 是因为还要利用我给他制造武器 因为他知道 我有了当代人不一样的知识 那你就造呗 他是皇上 你敢为己 万一我给他造了 以他的野心勃勃 一定会攻打打击 开疆脱脱 到时候天下大乱 百姓神灵涂炭 你让孩子站在这个环境里面忙 嗯 那怎么办 请我再说了 嗯 慢点啊 走吧小学人子 嗨 参见皇上 陈太宝 最近进展如何 我估计不出一个月 咱们可以造出大炮了 好 这果然没有看错你 这个我们在撑呢 就是消失 您能不能 皇上出罪 微诚大意了 无妨 火炮威力如此巨大 有所死伤也在所难免 欲成大事 必有牺牲 小子 小哥 这阴森森的 好可怕呀 我还以为我出不去了 你确定 这两宠 你放心 自从皇后出了事 昆宁宫几乎变成了废狗 再也没有人来过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哎 夫人 我安排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家里的佣人呢 穿着我的衣服 看着的人 应该不会轻易发现 另外 我借着大夫的手 通风报信 让我哥啊 配合咱们演这出戏 嗯 你说大金国主啊 知道了大招 我给扣掉了我的玻璃瓶 一定会大发类贴 出人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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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议 什么事啊 夫人 两国交战如何脱身呢 我自有 这一仗不能打 但你必须打 皇上 这边请 皇上 让围城给你展示一下 恭喜皇上 十尾大炮 一斤造成 好 你可是又立了大功啊 真是个神人 齐奏陛下 边境告急 大金国主 亲自率递乃罢 他扬言 想扬言 扬言什么 但说无妨 他扬言 要打到大洲国都 活着大洲狗 皇帝 皇上松散 岂有此理 陈车将 随阵御驾其证 这用这神尾大炮 定能指导荒窿 踏兵经过 参见皇后娘娘 你还是叫我贵妃娘娘吧 耳熟 娘娘 这么晚叫我来 啥事啊 娘娘 啥意思 别担心 皇上呀 御驾清真 兴致勃勃的 正在排兵布阵呢 宝宝啊 来 快叫着 咱们叫一声 干爹 娘娘 没啥事 我先走了啊 哎 啊 你随皇上 你随皇上 御驾出征 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跟孩子 还等着你教他 诗词课步呢 听见没 嗯 好 好 好 哎呦 快点 小学子 这是什么的 没错 皇上 这没有一事 想不平安 为何这大炮在皇城 刻意大笑 与大将对战时却全成了药 皇上 这火药成功不通 效果就不一样 我只是给了你一个真大炮 但火药成功是假的 他经过主也会杀你 他不会的 他还要跟我做三妈妈两个生意 这可比最新大炮 就是这 可惜可惜 可惜杰克 你休想多爱真 杰克总想过 又真加坡 这大清谷主蠢蠢欲动 在共和大洲 你又当如何 我跟他们说了 我们大洲一百宗 真的是尊大宝 等着他们 看了 小心 这给你加坡进去 你同志 一起共享 绣还富贵 不好吗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但是皇上也太贪心了 贪度小 贪至偏下 大梁 已经因为你大洲 别忘了 我不想再能让你这 大梁 他会死 你做什么 要生的真 我可以救你 帮你把钱都取出 让你万用 不要钱 你就是要生的真 没说什么葡萄 葡萄 老狗叫人 懒人呐 杀了 杀了 我本是医生 你偏不行吗 路上 和 参见皇后娘娘 参见色政王 咬妹妹 你这肚子尖尖的 你一定是划了个男孩 听说金伯国主 一直无子 想必呀 肯定让你这孩子 能继承人 这孩子呀 还真是有福气 贵妃姐姐的消息 可真是灵通呀 我哥确实有此理 但不过要论福气 还是姐姐肚子的这一拍 更有福气一些 这一出生 便是大洲皇位的继承人了 但不过 我最羡慕的还是月季姐姐 胎一摸脉说 月季姐姐肚子里的是个女胎 我就想生个女胎呢 大家公主 你今天不是 现在的生日 陈玄 你的这次传媒任务已经完成 需要你执行下次任务了 什么鬼 胡操 竟然在老子 飞到人生颠覆的时候 让老子结束 我妈 我做 我以为我 本来老子 作用枪三百人 马上就要 二手捡了 我操 你 你 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没在提示 哈哈哈哈 你是 你别过来 啊